霹雳州议会复会第一天就上演逼宫大戏 随着议长接纳巫统议员对霹雳州大臣 拿督斯里阿莫法医扎提成的信任动议后 今早两名州议员要求优先处理有关的动议 59名州议员进行不记名投票表决 结果48名州议员对大臣投下了不信任票 失去多数支持的阿莫法医扎坦然接受结果 他承诺会确保新政府顺利交接 还会在下个星期三议会复会前 觐见霹雳州苏丹纳斯林殿下阐明辞职的议员 霹雳州乌大臣拿督斯里阿莫法医扎和霹雳州乌统的关系 最终依然无法修复 这项由乌统孟加兰巴鲁州议员拿督阿督马纳夫所提成 对州乌大臣的信任动议 原本排在议事表最后 也就是辩论霹雳州2021年度裁案之后 不过乌统天蒙俄州议员沙比亚和行动党兵儒港州议员 李存孝今早却提成临时动议要求加速表决 行动党德宾丁以州议员阿督阿兹这时要求计名投票 并获得超过十名州议员起立支持 议长拿督莫哈莫扎西允准动议以计名投票方式进行 结果只有十名议员投下了支持票 意味着阿莫法医扎必须下台 表决结果出炉后 阿莫法医扎致辞时表示 接受议会的这项决定 并认为在国家实质和经济不稳的这个时候 不应该让政治问题延长 他保证会确保权力交接顺利进行 更感谢发言对前朝政府西蒙同僚表达感谢知情 阿莫法医扎西兰 阿莫法医扎 Saturday 阿莫法医扎西兰 阿莫法医扎 ا根本来 阿莫法医扎西兰 李存孝随后提成动议展研会议 议长随即宣布修会 直到下个星期三赴会 在这期间 议长和阿莫法医者 将会进建霹靂州苏丹 纳兹林殿下汇报最新时局